3,4,5 10 有人问我说 女生为什么要去这么拼命去挑战极限 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只活一次 然后生命是很短暂的 时间那么宝贵 我们要追求自己的愿望 追求自己的理想 自由潜水的时候 我们的气瓶就是自己的一口气 然后吸饱了就是装满了 吐完了以后就没有气 不带进了任何一片垃圾 也不会带走任何一片 哪里的背壳 连气泡都没有留下 第一次会用到自由潜是 去夏威夷的一个珊瑚礁的洞穴下面 去采集一些海藻类的标本 特别的心慌 然后就觉得自己憋不住气 而且控制不住自己的福利 老师会撞到头浮起来 开始学习自由潜水之后 恍然大悟 原来有这么多知识在自由潜水里面 我原来都是不知道的 从一开始觉得自己一分钟的 避气时间都到不了 经过六天的培训以后 我当时的避气时间也到了六分钟 原来自由潜水可以让人这么放松的 把自己的情绪焦虑感恐惧感都可以克服 然后把这些都抛到脑后 觉得自己到了一个非常美美好的世界 自由潜水的时候 最喜欢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紧密的联系 每一次我们去下潜 尤其是在海中 我们可能会潜到六十多米七十多米 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可能会发生淡醉 上升的过程中发生低痒 意识会有一些不清醒 那安全员他们就是我们的天使 他们就在水面上 以及在我上升的过程中 会伴随我度过最难的这一段 上升的这个环节 这样每一前出水的时候 让我都觉得特别难忘的 就是大安全员和我在比较浅的水域 相遇的那一瞬间 我就会觉得啊 我已经遇到我的天使了 就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放心 我就觉得很快就要回到水平 回到家里 这段时间 第一次参加比赛是我一个中文人 第二次还是我一个中文人 但是今年就不一样 今天参加比赛的时候有队友 刚刚结束的市井赛 我们中国有一个团队 参加团体赛的时候 我们有四名自由潜水运动员 都是能力特别强 和颜值特别高 微信圈里朋友们怎么说 我是陆文杰 我居住在美国的夏威夷 我是一名基因药理学的执行师 我也是中国的自由潜水运动员 我也是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